一早主持防疫会议 桃园市长郑文灿要防毒疫情 还要凭疫苗施打率 却有传闻指出 郑文灿就快要换工作 而且还是接任行政院长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苏院长这段时间任劳任怨 我想我们都看到了 也都会继续支持 所以我说这个位置 是不好坐的位置 根据平原媒体报道 郑文灿组阁 天下第一部内政部长 由屏东县长潘孟安接任 交通部长则是街龙市长林又昌 文化部长由新竹市长林志坚担任 恰巧任期届满要接棒的县市首长 都被点名落跑入阁 前总统府秘书长苏嘉全 当海集会董事长 监察院副院长则是清明党籍的李鸿军 而卫福部长陈时中 是否结束阶段性任务 代理桃园市长也有传闻 传出最快9月1号就要改组 总统府立即驳斥 表示这是一则未经查证的不实讯息 疫情当下炒作内阁改组毫无意义 蔡总统也没有这个打算 虽然绿营早在酝酿年轻世代接班 但不止公投在即 更选在重大政策五倍劝上路前 点名县市首长钟离入阁 也难免引发臆测 三连续留脚真会起 看不到 市场上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